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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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吃不胖的张小初 今天的挑战是四川自贡的名菜 凹头三嫩 像这种食材呢是百吃不硬啊 有没有喜欢呢 喜欢呢扣扣一 好心目就开吃吧 首先来处理一下猪肚 在前几个视频那个猪肚汤那里 已经有教过大家了 这里就不具体展示了 还有两个猪腰猪肝 先把这个猪头切出来 这个部位是最脆的 很适合拿来生炒 给它打上花刀 方便入味 再切成条 猪肝切薄片 一定要薄厚均匀啊 这样子成熟才一致 猪腰对半破开 片掉腰梢 同样打上花刀 不要切断啊 第三刀切断 少来点盐 把水冲到清澈为止 现在是冲了第四遍 可以了 有条件的可以用吸水纸吸一下水分 再压一下 把姜葱汁 米酒 胡椒粉去香蒸鲜 滑匀腌制十分钟 配菜准备蒜表 蒜了还切短一点吧 青红椒 泡椒泡浆倒水 把酸水放出来 葱末末蒜末末 这里放生抽 蚝油 老抽 拌匀 给身份锁住水分 再来点豆瓣酱 姜蒜 泡椒 泡姜 吉利花椒 辣椒粉 这里给一点点盐 开火 这一回要记得开机了 锅叶下油 这个油要多一点啊 好了下三嫩 快速搅动 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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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酸酸 明人不酸 哦 上风 我喜欢你 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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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做好了 下面简单来尝试一下吧 兄弟姐妹朋友们 动手了不 苏蝦 嗯 双声 人情腻咬得对啊 这个猪肚 嗯 双声 哇 香糖脆嫩 咽不住口渴了 有点炒糊了 解决的方案就是跟那个蒜表和那个青椒一起放下去啊 而且炒的时间有点过红了 但是我怕打标枪所以要确保万无一丝啊 但是这样子的搭配是很到位的 那不论是香味还是那个咸蛋都是很合适的 发现这个视频不会有言取关我吧 因为这是重油重辣的一个菜品 其实这个菜真的不是很辣 因为它油多能包裹住那个辣椒 我能把那个辣味包裹住啊 如果辣的话我的额头早就出汗了 没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学废了吗 终点关注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